自习近平政权上台至今 中共当局想要武力犯台的野心是越发的露骨 当前南海与台海的紧张局势只怕一触即发 美国五角大厦的军事报告日前也指出了 中共解放军仍然没有放弃武统台湾 不过在此背景之下 却有专家表示解放军其实也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强大 共军模拟攻台的记录是六胜六平四十八败 新头壳报道 军事专家游生勋于三立电视节目中指出 解放军在内蒙古有个诸日河基地 其中有个名为蓝军旅的单位 完全地复制中华民国陆军的编制 该单位的装备则是不及台湾陆军使兵装备的八成 而过去几年的时间 该单位曾经与解放军军区的各单位对抗了六十场 战绩是六负六平四十八胜 他分析 解放军的部队需要长途跋涉 然而有不少例如战车大炮等等的设备在路上就已经不行了 解放军自己证明了 他们的战力并没有中共所宣传的那么厉害那么强 而相关发言也引起了北京当局的关注 三立报道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驳斥 游生勋所说的这支部队组建于2011年 目前隶属于解放军陆军第81级团军 已经转型为合成旅 该部队在中国媒体有个更响亮的名称 叫做诸日合之狼 部队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满广志 先后与三十多支精锐部队交手鲜有败机 并且驳斥游生勋的言论 完全就是一种井底之蛙的发言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昨天宣布将会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撤销中共的永久性罪惠国待遇 近年来美国强力地意识到 中国经济急速成长 应该要与他国进行平等外交与贸易 而在中美角力的背景之下 川普政府更是力求加快两国平等贸易的进程 科顿表示道 根据新的立法 如果中共像今年这样 向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船只发射导弹 或者镇压香港 那么美国每年都可以说 不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这位参议员还抨击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指他几十年来一直支持 增加与中共开展贸易的机会 而且就在上周还为自己的错误决定进行辩护 科顿强烈地谴责拜登 二十年前投票给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特殊的贸易地位 加剧了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 而立法取消中共有久性最惠国待遇 才能够弥补美国流失的工作机会 美国政府资料显示 今年七月份 美国对中国公民仅仅发放了一百多个学生签证 相比于去年同期的两万多个相去甚远 尽管新冠疫情是造成这个断崖式下跌的主要原因 但是有业内人士表示 这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留学咨询机构美国无国界教育创始人之一 燕小泽指出 自年初以来中国学生的每签业务就基本陷入了停滞 他说目前美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业务都处于关闭状态 所以一些中国学生近期正在寻找到香港 台湾等等第三地进行签证的可能 近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收紧了对中国学生以及学者的签证限制 2018年 美国政府把攻读敏感研究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签证有效期 从五年缩短至可续签的一年 今年六月以来 美国已经取消了上千名中国公民的签证 这具信与华盛顿试图阻止与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有关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的统计资料显示 2018年19学年 在美国高校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将近37万人 是位居第二印度学生数量的将近两倍之多 截至去年 中国已经连续十年蝉联留美学生的最大声援国 不过美国北维吉尼亚社区学院的一位前中国招生代表透露 美国政府渐渐地意识到 尽管中国留美人员给美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他们当中个别的不法行为给美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特别的是美国司法部近年来起诉了多名中国学生与学者 指控他们涉嫌签证欺诈 试图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或者情报 燕小哲分析说 新冠疫情和佛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美国社会动荡 是中国留美学生人数锐减的两大短期原因 但是从长远来看 美中关系的走向将会对留学美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昨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突然地宣布将要在美国大选之前离任 在这中美角力情势的背景之下 突如其来的人事调动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将离任的布兰斯塔德曾经被中国官媒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关系也十分友好 所以本次离职是否代表着中美关系将走向新的阶段 让人十分在意 法广报道 中央社引述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网浩分析 按照美国大选日程 无论谁当选 新总统如果任命新的驻华大使 并得到参议院批准 最快也要明年春天 这也代表着在半年多的时间美国是没有驻中国大使的 造成美中外交的实质上降级 考虑到目前美中十分紧张的关系 美国临时代办能代办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 另外纽约时报报道 如果利用其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强化美中关系 是布兰斯塔德上任之初的良好愿望 那么今日中美局势呈现旋逻式的下降 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此时离开或许也代表着完成了阶段性任务 这一位喜欢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大使 知道自己今后与中国人交往已非易事 他和驻华使领馆所有的工作人员 中外行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甚至要与中国公民会面都需要事先通知 这种情形大约是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 以前中国普遍的对待外国人的情形 另外环时报道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分析 布兰斯塔德三年多任职期间 中美关系大逆转 美国对华政策过于强硬 布兰斯塔德能够发挥的空间 可以说是大大缩水 或许他认为自己不再适合这个纲位 就此提出离职 布兰斯塔德突然的离职 无论如何都代表着美国政府 对华外交政策的一种降级手段 体现了川普对华政策风向的改变 与中国友好的大使离任 代表着中美关系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环球时报认为 继任者将会是更加符合美国鹰派风格的人选 而继任人选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后续动向 都值得持续关注 中国一带一路推广至今 让欧美国家担忧 参与国家会因为庞大的债务压力而受制于中国 甚至要出让重要国家资产 而近日爆出了最新的受害者老窝 新头壳综合亚洲时报报道 老窝举债投资多项湄公河水电项目 以及耗资了60亿美元的高铁计划 连接中国云南省以及中南半岛 高铁工程费用大约60% 是老窝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支付的 剩余的40%则是由一家中疗合资公司支付 中资拥有该公司70%的股份 老窝仅拥有剩余的30% 老窝政府从国家预算拨款2.5亿美元 并且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进一步的贷款4.8亿美元 以负担该国持有的份额 而到了本月初 老窝因为还不出钱 将大部分国家电网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而值得注意的是 老窝大部分的发电量不仅仅会出口到中国 还会出口到泰国以及越南等等邻国 这意味着中国将会间接地获得了这两个邻国的商业和战略影响力 另外一带一路在南亚 从马来西亚到菲律宾都出现了负名影响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东南亚计划资深研究员赫伯特 在新书《北京阴影像东南亚的中国挑战》中写道 监控全球一带一路计划的组织RWR咨询集团估计等 自2013年起的5年时间 中国在东南亚进行中或者已经完成的项目 总计达到2000亿美元 不过这样的数据似乎是过度的膨胀 大马前首相纳吉2018年拜选之后 继任的马哈迪暂停并且调查数件一带一路计划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赤资将近160亿美元的东海岸衔接铁路 印尼方面 中国联营在2015年赢得了全程145公里的 雅加达至万龙高铁新建合约 原定要在2019年进攻的计划却遭到延宕 首先是沿线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 再者沿线土地的炒作使得成本从原先的55亿美元上涨到61亿美元 而今年疫情导致工程停顿 当地官员表示2022年之前该计划是完工无望 而中国劳工涌入与当地民众产生的冲突事件也是频频传出 菲律宾方面 四年前从北京带回了号称价值240亿美元的基建 但是相关计划至今却只盖出了两座小桥梁 其余的案件或因为环境冲击 或者中国企业募资困难作罢 泰国的范牙铁路历经6年毫无进展 缅甸进口建设原地踏步 中国急欲攻入东南亚基础建设 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看见明显的成效 却频频地传出当地民众反弹 以及原先就处于财政困难的政府面临更大资金缺口 如老窝必须要让出自家电网 一带一路走到现在 如同是走进了死路 中国日前大张旗鼓的举办抗击新冠疫情表彰仪式 但是当前全球并没有真正地走出疫情风暴 甚至是随时有再度爆发的可能性 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到不可放松戒心 但是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史藏浩却在微博发文表示 疫情的曙光已经出现 CTWant报道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13号撰文表示道 虽然近来全球疫情看似无边蔓延 而且还没有大达高峰 但其实已经树光乍现 张文宏认为 全球已经达成了共识 互助谈结 而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在测试中取得佳机 目前取得了注射疫苗后4到6个月依旧保有免疫功效的成果 最后疫情控制得一的国家已经将致死率有效的降低 未来疫苗问世之后 可以针对经济低度开发的国家供货 老年人高危险族群完成接种 而且全球疫情致死率降至1%以下之后 世界各国将会逐渐的全面开放 此番发言乐观的认为 疫情已经到达了迎接曙光的时机 不过与他的发言同时爆出的是张文宏获得了政府所赠送的别墅与千万现金的消息 引起外界关注 疫情当前为何中国的学者会突然有这笔收入 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微博昨天流传消息指称 中国著名抗疫专家张文宏获得了无锡市政府赠送了一套湖边别墅 以及1200万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奖励 对此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回应称 该据额金钱是无锡市政府给予张文宏团队的专案支援经费 其中10%用于团队成员补助 但是在官方出面表示是专案经费前 相关消息就已经从微博上消失 张文宏则是在事后发文表示 是今年8月初在无锡举行的太湖人才峰会上 张文宏带领的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感染科团队 被评价为2020年度太湖人才计划 医学专家团队现场获得现金奖励 据指这是上述官方公布中所提及的专案经费 但是微博大举清除相关消息的动作 仍然让外界对于该笔资金以及别墅的出处存疑 中缅交界的云南省瑞丽市发现了三位新冠感染病例 当地市政府15日宣布开始封城 并且对21万居民举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法广引述法新社指出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 几个月来基本在国内控制住疫情 每天检测出来的病毒攜带者 基本上都是在进行隔离中的输入型病例 这一次瑞丽市爆发疫情 当地市政厅今天宣布 所有居民现在必须要居家隔离 等待入户核酸检释 而且不允许离开或者进入这个城市 目前时间占为一周 与此同时 云南省宣布中缅边境加强防控 云南多个边境城市进入了防控紧急状态 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北京当局跟西方联盟的分歧加大 加上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 已经有许多个人被以各种旅游拘捕 美国国务院14号更新对中国大陆 以及香港的旅游警示 将两者同样列为第三级的 重新考虑是否情况 理由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跟任意执法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网站提到 香港国安法从7月1号生效之后 中国显示意图运用权力 针对他们所界定的分裂国家行为 颠覆恐怖主义 以及勾结外国势力等活动 单方面的任意在香港 行事警察跟治安前 美国国务院发出的旅游警示特别提到 香港国安法涵盖非香港居民 以及香港以外机构的罪行 导致公开批评中国的美国公民 都可能被拘捕 驱逐起诉的风险增加 并且指出 中国国家安全公诉已经在香港运作 美国国务院提醒在香港的美国公民 参与香港的示威活动 有可能被香港当局解读为颠覆政权 发动恐怖攻击或是跟外国势力勾结 从而导致被控刑事罪行 因此香港旅游警示上调至第三级的重新考虑 而在此同时 美国国务院今天以中国疫情改善为理由 将中国的旅游警示 从请勿前往调整为三思而后行 中央社报导指出 国务院表示 中国已经重启大多数的经营活动 包括日间照护跟学校 以及其他情况也有所改善 报导指出 美中之间两国往来的飞机班次 已经在8月增加了一倍 不过美国国务院依旧提醒美国公民 需要留意在中国有被任意拘捕的风险 针对日前12名香港青年想要偷渡到台湾 却被广东深圳海警拘捕 至今依旧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 他们不仅无法跟亲人或是代表律师会面 甚至有人的代表律师受到压力被迫退出代理案件 而他们家属在上个礼拜召开记者会 指控港府事发到现在没有提供过任何协助 呼吁中国尽快将这12个人送回香港 外界批评北京的举动是恶意打压香港民主人士 对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依旧力挺北京 表示这12名港青之中有人涉及香港国安法 要偷渡离开香港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而其余人士也都涉及了严重的刑事罪行 并非外国媒体所说的民主人士 综合媒体报导 林郑今天上午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 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 她表示12名香港人被拘留在内地的案件 是因为他们涉嫌非法入境内地 触犯内地的偷越国境罪 因此被内地执法机构拘留 林郑月娥表示 这起案件明显是属于内地司法管辖区的范围 由内地机关依内地法律处理是非常合理的行为 此外林郑表示 12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涉嫌违防香港国安法 另外一个人因为涉嫌制造或是常有爆炸物品被警方通缉 其余10个人分别涉嫌制造或是管有爆裂物品 纵火袭警等罪行 他们在后查或是后审期间潜逃离开香港 原因似乎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林郑批评香港本地跟外国人士为了转移视线 形容是民主人士受到打压 有意无意的描绘出12个人全部都跟香港国安法有关 因此她必须要以正视听 此外综合法广跟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这12个香港人涉嫌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香港本土派议员朱凯迪指出 华春莹这个说法是要将他们扣上政治帽子 即使日后真的以偷渡罪起诉 还是可以借机把12个人定性为港独分子 以配合中国官方未来的政治宣传 例如透过电视认罪的刑警 公开宣称自己不应该参与过港独 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突进深夜担忧化 春莹高调表态 显示涉案人士的法律权力更加不受到保障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也担心 这批香港人会沦为中共的政治筹码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 最少有5名家属委托的律师 被所属地方的司法局要求退出案件 不过有一名代表律师表示他不会退出案件 并且会持续尝试向相关部门投诉 继续争取会见当事者 而对此维权律师王全璋也表示 代表律师会见当事人 有助于确认他们被关押的真实地点 王全璋解释官方公布的关押地点 跟实际关押地点可能会不一致 而这也是需要辩护律师介入的一个原因 不过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香港特首团队 唐家华向香港电台指出 12个人涉嫌偷越国境罪 案发地点在中国 因此中国有权利决定是否要把人遣送回香港 不过香港政府就没有权利要求 中国内地将有关人事引渡回港 另外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 华春莹的贴文是为了回应美国的看法 主要是认为美国什么事情都要管 他相信内地执法部门正在就案件进行举证当中 深据中国刑法 一旦12个人起诉并且判刑 被告服刑完毕就可以回到香港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